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建立的朝代 也是一个神秘的朝代 一个充满神灵故事的朝代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踏上历史的长河 回到三千榜 他们的肢体状态非常正常 代表没有出现过任何死亡时 带来的恐惧和扭曲 完全就是自愿的 据推测 甚至在当时他们的思想里 可以为埋在这陪葬宫殿的下面 是很光荣很荣幸的一件事 除了这些 在殷须重要的祭祀仪式 当时的商朝上到国家大使 下到吃喝拉撒 所有的事都要算计和技术水平 要远远超过后来的周朝 但是商朝的人 十分的崇拜占卜和求鬼神 按他们的常理来讲 发展和信鬼神是两个极端 科技和鬼神是相对应的两条路 科技越发达 就说明他们应该越不会相信鬼神 但事实却相反 这就让人咋想想不明白 开发的一条叫做玉石之路的经商贸易道路 后来被延续成了丝绸之路 从挖出的甲骨文上的记录还发现 商朝的军事能力是非常强盛的 商朝历代君主也都没有出现地心的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一共征伐过三次冬移 他天资聪颖 均是说说商朝的兴衰 在夏朝末期 弃得第十四代孙汤氏 商朝已经是东方非常强大的国家了 当时夏朝的最后一位国贵 至此经济作物 经济发展加快 使得私有制更完善 商朝成为了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 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商汤革命 商汤确立统治就在商丘建都了 但是好景不长 由于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 王室贵族贪婪的本性显露 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大打穿人 来到这里想要灭了华夏文明 结果碰上了强盛的商朝 全部被灭了 这也使得外面的其他种族 很多年不敢踏入东方这片土地 武丁时期的青铜技术有了突破进展 青铜器的产量激增 出现了四母屋方顶这样的重器 当时青铜业的成就 代表着中国青铜器进入鼎盛时期 还在一新继位后 国内矛盾激增 经常打仗 导致国力消耗 对西北地区控制下降 于是在周五王时期 周国带兵攻打商国 下人远属于西枪集团 商人远于东夷集团 起初陈属于夏 周人兴起于西北 属于戎敌集团 先后为下商西部位抵御周人 结果商周王帝不重视祭祀 不敬重鬼神 但是传说是商周王发现 人们碰见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时 就把解决方法寄托在祭祀上面 但是效于自身的开始 商网西方学者经常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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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